花莲市同样在16号上午在静丰生活园区 举行了花莲市农林云木普茶所的接牌仪式 市长魏嘉贤强调普茶园会遵守三部二会原则 也请民众可以安心 花莲市公所16号上午成立农林云木普茶小组 并在农业及景观发展课外举行的接牌仪式 整个普茶作业从5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 花莲市预计要绑茶2000户的农林云木业者 那今天成立农林云木普茶的目的 也是配合花莲市政府主机处的一个相关的调查资料 那主要也是过去在国家加入了我们WTO的一个国际组织之后 那要调查有相关的 是不是对于农林云木有产生相关的影响性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次的调查过程里面 预计有将近2000户的一个要被调查的相关的户数 那我们会派我们受访员从5月1号到6月30号 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做相关的调查 那未来普茶的结果我们都会提供到 我们农委会还有相关的资料里面来做相关的分析 那这基本上是5年举办一次的 那也请受访员我们受访护后能够放心 花莲市的谱查员会遵守三不二会的基本原则 不会泄漏个人资料 不会问无关紧要的事情 不会要求提供相关的存折 那会佩戴我们相关的谱查员的证件 那也会递送公函 那也请所有的民众能够一起配合 来完成农林云木的一个谱查作业 农林云木谱查作业是行政院主计总处主办 主要是要了解国家农林云木业 从业人口比例 栽种作物种类还有相关从业收入等资料 更将成为国家农业政策施政方向的参考依据 市长国家前强调 谱查员都会遵守三不二会的原则来进行访查 请民众安心配合 据徐利勤华联社报道